這次候選人的背景和他們的學歷、水平等等確實是很多元的 任何的選舉都必須符合當地的憲制地位 必須符合選舉法例 我們知道在1990年通過的《基本法》 它規定了立法會的憲制地位是甚麼 首先要說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一個國家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我們國家的一部份 它有高度自治的權力 但是畢竟是一個地區 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不能將香港民主制度和譬如新加坡、英國的比 更加不能將香港這個民主制度下面的選舉制度 和新加坡或者英國這些國家比 香港的選舉制度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底下的選舉制度 在1990年通過《基本法》裏面有明確而且具體的規定的 過去就是有人有意無意之間去否定《基本法》或者拒絕服從《基本法》的規定 將立法會的權力無限擴大 違反了《基本法》行政和立法關係的規定 所以這次《完善選舉制度》就是針對過去這些違法違憲的行為 我們作出一些新的規定 我看大家過去一段時間都看到那百多位立法會的候選人 他們的政綱和他們的論證能力 我相信這次大家都能夠在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的情況下 能夠有廣泛的代表性 有多元的聲音 能夠更加好為香港社會服務 多謝大家